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农民欲哭无泪 相当激动 抱怨上官单位都不理他 互退皮球 原本一大片绿油油的稻田 如今田裡面布满大小石块 而且也无法复根损失惨重 让他们无奈只能向县议员求助 希望县政府以及相关单位 在台风过后能够协助处理 并给予相关的农灾补助 目前经济部水利署也针对北南溪 发布三级水位警戒 提醒民众远离河川区域 以免发生危险 理想最新消息再将时间交换棚内 哈喽 我是蓝亚 想要抢了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 赶快订阅按赞 开启小铃铛 锁定华氏新闻YouTube频道